电视剧练场正在不断的热播中 随着剧情的快速发展 已经快过一半了 而网上呼声最高的 就是这样四个字 心疼狐哥 是的没错 在剧中无理狐哥一路以来的心酸历程 真是让网友们心中拔凉拔凉的 简直比本周降温的天气还凉 但随着狐哥在剧中的内袭 精彩剧情也越来越火热了 前面一大半的剧情中 狐哥饰演的郑秋冬在声场 琴场上都接连不顺 他经历了一系列的悲惨人生 但最新剧情中 随着张嘉义饰演的曲敏金上线后 他的内袭之路也即将开启 郑秋冬表面猎人 但他绝对更是一个猎人心的高手 他明白 只有深入到对方内心 才能真正猎到这个人 也是双赢的最佳方法 所以拿下曲敏金这个头号人物 他一定心 只是中间会有一些小插曲 但早已看清要以诚信为本的郑秋冬 都能理智的面对 郑秋冬在商场上的问题 大可不必担心 经历了这么多坎坷的他 早已知道该如何应对 只是个让大家担心的 还是他的情场 首先是初恋 罗伊人 从大学到社会 从先遇到现实 他们不知插肩而过了多少次了 不是罗伊人有人了 就是郑秋冬有人了 总之啊 两人一直都是在错过 直到现在 郑秋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见 罗伊人和小宠男友在一起 而每次罗伊人问起雄青春时 他的敷衍了事 真是让网友们甘着急 在最新剧情中 雄青春又突然发了一个信息 关心郑秋冬 看来他在那边过得也并不开心 自从两人分手之后 网上也是一片呼声 这并不像雄青春的作风 是另有隐情 原来啊 是因为雄青春患了癌症 他不愿意脱离郑秋冬 所以选择了分手 之前雄青春在机场 给郑秋冬打电话的时候 也特别强调了说了一句 就是因为自己太在乎生死了 所以他才选择了 离开郑秋冬 如果要是郑秋冬知道这个消息 他肯定是不管怎样 都不会答应分手的 而郑秋冬 也将迎来第三任女友 贾一梅 这个出生平凡 从打工妹基层做起的女人 出场就迎来网上一片热议 什么星际哥儿 小辽金等等 这个女人急于上位 她接触郑秋冬 也是带有目的性的 在郑秋冬同时失去雄青春和罗伊人时 贾一梅趁机上位 在公司也逐步成为了一名干练的高级白领 但后来还是发现两人在思想上不合拍 甚至贾一梅还帮助外人来出卖郑秋冬 仅仅因为18万 她泄露了郑秋冬公司的机密资料 这是星际哥儿一梅 看到这里时 网友们又得心疼胡歌了 为什么受伤的 总是无理胡歌呀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下期见 拜拜